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 k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Mr. Doctor, your wife is really coming to us 去了公幹一轉,有什麼收穫? 去那裡,我去那裡,先看看 我在馬來西亞,找到當做那些 Io-feder的按摩很好的 居然在那邊光顧Io-feder的按摩 是啊 有個中心挺好的 手法夠不夠古老嗎? 不夠 三成多 有三成多 很難有十足的 十足一定是南印度 因為它在酒店裡面 不是南印度 斯蘭卡油 但南印度 正宗 但好過沒有 它滴第三隻阿安時用的草藥油是很正宗的 看不見到 滴第三隻眼 這裡 整半個小時的 熱的油一直滴下去 整個頭 但滴正那個 微深為止 真是第三隻眼 順便我們探望馬來西亞的網友 經常來探望我來香港 Garry 肥仔 姓盧那個 去到他的外父 他的外父做發展商 他的司機是幫會大哥 他的司機是江湖大哥? 幫會大哥 他的司機? 他兩天而已 除了借工作處理 今晚主題 最近炒得很熱的 是啊 看來好像有很多人說的 但又不簡單 那些報紙就亂說 就說中共發窮惡 劏娛圈大滿 中共發窮惡 阿范冰冰幾好表情 是不是真是個小手眼仔 抹眼淚 這個演技真是好 但我正法委說一句說話 整治的為父不仁 陸續有來 這個有什麼玄機呢? 有的 整治為父不仁 跟著就是所有那些 叫做坦白重複 自首重複 送你四個字 真不是共產黨 反白重複 問你驚別 只是坦白重複 自首 可以走路 我又不是這樣看 如果個人看法 我真的不是這樣看 因為我們看過的事情 會頑固一點 你在別人的地盤不肯吃 有個遊戲規則 賺錢打了錢稅 有個遊戲規則 有個遊戲規則 在歐洲和美國 歐洲的額稅是最領大罪 坐牢的 很頑固的 所以這人就是 這裡說話涉及黨內權鬥 對嗎? 這裡說話涉及黨內權鬥 對嗎? 這裡說話涉及黨內權鬥 對 這裡說黨內權鬥 那些報紙都在各位 估下估下 这些半八卦新闻 他也是一个很大件事 好像罚了他为港之十亿 八亿八人仔 首先要讲背景 就算在香港自由世界 在欧洲美国 一大家都知道在娱乐圈 你没有背景是很难出位的 风平浪静 你没有背景人士是很难出位的 何况在这些极权国家 有些家警府 户属一些容易打点一些 但都不一定会赢的 个人的努力真的很重要 当然有两分知识 这个基本部 如果是女仔 但最惨的过程 由你入电影学校开始 由你考日电影学校开始 现在考日电影学校都要花一笔钱 不是你说去读就要读 要钱 老道学校也是要钱 不便宜的我知道 去学那些在加拿大有的比赛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冰球比赛那些特别学校 我在哈尔滨的有人托我 然后去看委会里面那家学又要花很多钱 又要花钱 现在中国你是 无财不幸 报报金的 你没有金钱 真是报报金年了 那变成了他们过五关棧六仗 所以入得去 在鱼乐圈找食 这些女仔很硬正 非常硬正 你不够硬正 你已经是脱离了 不会在那里生存 有人如肉又大 有人如辣又大 有人怎样无肉自己都可以 他一定向着目标前进 所以他们很苦恋的 所以你看张芷怡那些公帝 不是说笑的 他真的有公帝才拍到 是很苦恋的 除了有公帝 还有心计 还要搞埋堆 又要攀人梯 又懂得攀人哪个上位 这就变了国出其谋 我从电影学校出来 这么多人毕业每一年 每一季度这么多人毕业 你怎样令人请你拍戏呢 你刚刚毕业没理由 你一出来就要做第一主角 就要做第一主角 是吧 差不多你想摄落镜头 都不是那么容易 都要左探右探人 所以变了他们 就多数埋那些官府的否 是有的 哪些单位是管娱乐圈的 他就很懂走位 所以个个都有背景 所以在国内 你千万不要得罪那些有骚人 是吧 灵欺少年穷 莫欺有骚人 他失业无神 他失业无神 追了个君佬 表你两个命都不好 是吧 所以走江湖都大忌 千万不要得罪那些女人 他随时可以苦贵 随时可以害你弊欺 他那麽畸形的社会 发展下去 跟着社会又发展了 那么多钱 就有一些由一层层的官仔 在那裡攀攀攀攀 攀完他有名字 有名的时间 特别有权力的大官 他都是凡人而已 凡尘中人 人性 特别中国的江部 一定是走不过走色才气 他没有这种训练怎么避 走色才气 没有的 是很正常 好了 各自为政了 各自发展了 在他们那些 因为中国所有传媒 所有娱乐圈的单位 都是官府的单位来的 全部控制了 那些省的 省电视台 市电视台 各有各搞 大家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 中央台的那些 就交高级些 是吧 那如来圈有名的女仔 就搞些大官 那我们据传 在路边社消息 范小姐好好运 被个三精八八看重 三精八八又没有女儿 又没有老婆 找个老婆做代理人 有人想拿批文拿什么 可以了 你找个小妹 所以他这么多钱罚都没所谓 十亿 因为他那十亿 在中国的行程 比如公布出来罚你十亿 要你上缴了十倍才是罚十亿 我相信他应该上缴了 他上缴了个百亿 但这些钱不是他 他做代理人 当然他说有他的缴分 然后付他十亿 好 譬如说有三几百亿 你这小妹子 他又同意不说话 上缴了个大钱 罚了钱 罚了钱 罚了这笔钱 所以他写那封道歉书很好 他真是个党栽培他的 事实来的 有个党棍栽培他的 党棍就是党 党棍是代表党执行工作栽培他 所以他没说错 完全绝对没错 别人说他罚咯 第一点都不罚咯 是李罚咯 但他现在安乐了 因为他清了 留意欺骗税千八万都是坐牢 他不用坐 会 十亿都不用坐 是喔十亿不用坐 罚了 罚十亿他不用坐牢 他钱无所谓 不是自己印的 譬如说三几百亿 你上缴一百亿 再罚十亿 都仍然二三百亿在手 大佬 那是原论了 所以很精神的 自由身 跟着日本做Low Show 但因为他帮了党做事 那党就可以向现在其他的人开刀 他都罚十亿了 年轻子 你们自动绞鞋了 你明白吗 那也都震慑了背后的山精 所以今晚我们的节目主题 就是范冰冰 曼烏蝇 食山精 是吧 助党 抽水成功 他帮党党抽水 我都上缴百亿多人 其他那些也有很多背景 你想想最简单 就是说 没人给那麽高价 请一个人拍电影 就是有人 你用他们这麽环境 你要很高价 他都要请你了 因为那笔钱是要给我的 你是在收 你明白我先 所以搞得到 明白我先 明白 明白我先 明白 现在你们明白吗 所以他什麽东西都摘 摘了不开 他都杀了你 又是代的 其实那笔是另类的钱 他做了代理人 代某方面的人收钱 是了 这个中国的 我们真是小毛见大毛 这些又是人可传奇 这个正职大收租婆 又是收租的 收租婆 那人是哭得很淒惨的 没有他们有什麽所谓 日夜做戏 你随时笑 可以哭就行 做演员 那些是工作 表现良好 这些钱不是他 所以这些人说 哇 这些钱也不是他 罚多少都不关他 你不罚他他就给人 但是他这样罚了八卦 他变成了那个 大陆寺 你搞得定的算数 你那些又整你自己搞得定 烧到我那里算数 所以他很安和 很安和 有很多人看不到这一部分 不知道嘛 看不到这一部分 为什么看不到这一部分 现在呢 要知道中国的论文章先 登一些东西出来给大家看看 好 两样东西 一个视频 一个画面 大家看到 你这些人 我看不到这些人 你也知道 这些人 可以看不到这些人 有些人 那些人 你也不知道 我看不到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读文字应该由右读向左的 李宗盛 那一调出来读呢 我再必不成功 我都不知道他们的权力斗争 搞什么 我也不知道习先生下面的人 管宣传部管理式形态的人 是不是失控到这样 这些是古代皇帝的文字肉 砍了你头 那你就一看到我们国家里面 现在是有少少失控 凭这个画面失控 那就给少少讯息大家 如果现在大家回到国内工作 或者国内旅游 尽量不要讲国事 尽量不要讲涉及政治的东西 无论你在酒楼饭馆 无论你在酒楼饭馆 跟你自己朋友 或者跟你一起回去的伴侣 都不要讲政治 甚至按手机 没有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没有必要 因为有些路人格的资讯通知 我们最近在内地 很多人口失踪突然间 大家回到旅行尽量 说别的 说风花树 不要说国内政治问题 另外因为有人爆了某地方的 那些低端幹部 用了一些高压手段 去对付一些地区的人 现在又被国际社会 就知道透过国际卫星 周围去监察中国 一直想拿料 变成了它聘合了来 就一直烧那些火头 就烧到很大祸 最近 好了 第二个画面 大家看到了 这个又是 古意识形态的 幹部单位搞出来 我们支持外国 又支持搞星期禮 但是搞在一个字庙里面搞星期禮 是不是有些不伦不虑呢 好奇怪 好 就算你重例搞 那你就找一两个和尚 但是找和尚搞都不见 我们始终在那个世俗都有个批范 但现在他不止一个和尚 我相信这帮和尚 你们看他走到姿势 他不是有心想去搞的 是无可奈何要行礼如意的 那统战部那些仆街搞出来的 那统战部下面他管了宗教局 是党部的工作 如果那个国家 习先生 你下面的常委 什么政治局委员 你没有看到这些画面先 如果你没有 就麻烦你慢慢去看看 这些画面出了国际社会 是很丢架的 你要开一寺庙搞星期禮 但你要设计一套很庄严 还有你搞的时间是很合理的 譬如我们每个月第一日 每个月一日就有次星期禮 就很庄严的 就有一个和尚代表敬礼 其他就站在那里不动的 会不会漂亮的画面 另外那些旗杠和国际面积的比例 是很难预算的 不对的 就对的 就是说你这么庄严去搞星期禮 连一个基本的规范 你都不肯遵守 我都不知你共产党的港部搞什么 你那帮低B港部真的 就算你说你要去高压打压社会 用你那个思维的方法去管治国家 那些可以管治得有秩序有美感 人家舒服的嘛 那些东西不出街的大佬 那些强迫性 那些强迫性都没所谓 都画面出来漂亮的嘛 不可以被人讨厌的嘛 你一个月搞一次呢 一定没人讨厌的 是不是 第一日 所以就我们看到了 整两个画面给大家看 为什么搞到今时今日 中国都搞到这么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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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那些团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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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衰得60年代的設計 60年代由蘇聯幫他們設計來建建建築物 就算人民大會堂擺到今天 都還沒有丟架 都是四平八穩 你現在走到省市地區那些政委大樓 什麼陳大樓 古靈精怪 四個字都說了 是不是撲這個街 可能是悲哀的 這個國家再這樣搞下去 不值得流暖的 好 有些什麼 另一個新聞 這裏突然間爛戰在南海 南海快要拆槍走火 好 有些新的局面很神奇 由英國佬帶頭 找了新加坡 馬來西亞 澳大利亞 紐西蘭 整了聯合的海上軍已經17天 因為紐西蘭很少參與這些事情 很少 甚少 馬來西亞都甚少 成了五個國家的組合 大家打開地圖一看 由馬來西亞 新加坡 一延伸到澳大樓那兩邊的海域 不簡單 他有一個小組 即是說 他都要回到亞太平洋 回到一個位置 分餅仔 在這邊 在海路 有多少針對一帶一路 因為為什麼呢 在昨天 俄羅斯結合了幾個會教國家 赫斯坦 吉斯坦 普知比克斯坦 幾個國家 搞過很龐大的軍業 方圓很厲害 方圓很大 都無所謂 你北約都大 北約一搞軍演都厲害 但最厲害呢 他在耶穌教國家和回教國家聯手搞軍演 那裡厲害 耶穌教國家和回教國家聯手搞軍事演習 厲害不厲害 在你中國邊境 那你那些一帶一路 即是告訴你 你經過都要給買路錢 這些是我們的地盤 由俄羅斯做老大哥 在那邊有一堆 即是說南海有英國這五個人 那邊有五個 還有一套戲 我現在計不到數 有少少少 讓他們搞得頭 這盤棋真是好 藍燭 突然間一變 以前金仔是俄羅斯的馬 南韓是美國的馬 四個月前都是 但現在不是 南韓和俄羅斯都合作 金仔跟美國人合作 調轉了 美國人叫台灣去北韓開檔 反正要金仔 你整理開法區 他叫台灣人去開檔 將廠的東西搬兩下北朝鮮 不是開玩笑 然後美國人有部署下個月 台海演習 趁你不要大媽的病 你就拿吧 你命 不是開玩笑 不算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厲害 就是他不用想的 總之你那個世界形勢畫面做到哪一部 他電腦彈一個A出來 A下面又有ABC 又有隔月秉丁 人家選擇 ABC三個動作 三個方案 一個方案下面 就有幾個方案執行 你自己選擇 他一選擇一個 夏國儀就要台海軍演 你那班低光聽著 你那些第六中隊 大陸的低B幹部 這些不是阿珍波想出來的 他現在打著智能戰爭 何時搞何時說 就是阿珍波想出來 夠時間了 提策 北京眼尾 電腦打出來 即是不是人流是電腦 不是 跟著再公佈 4700億出來 美國佬 跟你中國一帶一路打對台 加上歐洲 那你屁股 那你怎麼定 你怎麼定 你大不大得我 所以共产党现在习先生很清楚告诉你, 你是无人才,无真金白银的才, 只是有蠢才就多, 特别外事组,杨洁篪之流,外交部,黄毅大妈之流, 你再留下那里做,你国家是死的, 香港有个国某人说的, 现在俄罗斯那边串联了几个回教国家做军演, 这边串联了印度军事开发合作, 加上渔南,菲律宾,印尼都入了手, 跟俄罗公布了军事合作, 但这盆棋很反复, 无端端端端金仔做了美国的马, 南韩做了俄罗斯的马, 这盆棋真难捉, 几个月间的事, 如果既然他们可以这样协议到, 美国人又无债刑南韩, 俄罗斯又无债刑, 美国人扔他的兵, 即是说两个不佳产是不急了, 对不对, 即是有所图谋, 即是告诉你中国共产党听, 你左右前后, 中国共产党, 都扑论更加, 不要说一带一路, 你无路可走, 南海再加上英国, 澳洲,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很少那么八卦, 特别是新加坡, 特别是新加坡, 新加坡近三, 他们那些凤凰来的, 无保不落的, 对不对, 他拍一番参与, 已经算了数, 我不知道, 你外交部, 我失踪你帮家产, 睡醒未, 没睡醒, 找盆东冰水林这班仆街, 处理中国经贸外交部的人, 你害了死我国家, 跟着自己解开头, 连我领导的政典股, 我在必不成功, 你又无理, 你搞什麽, 你别搞人笑, 左右都如是, 要去看看嘛, 等现在, 你搞个叫西九高铁, 坐西九高铁, 反过来, 狗西, 你那麽好, 你真是起死人名, 没有名字起了吗? 是吧? 这个叫封土人情嘛, 起名很重要的, 你回家以前, 英国人来香港, 香港, 连我港督起的名字, 连我港督起的名字, 都有很多斟酌, 就是这样粗疏的, 对不对? 你整群做官的香港官员, 和你驻港的幹部, 九流, 流量到阵, 整群黑丫衣, 垃银衫, 有什麽问题? 那香港的贸易战, 和美国的贸易战, 会怎麽發展下去呢? 不是收科, 不是收科, 是發展会如何呢? 他唯一呢, 要大贬值人民币, 顶去那些加关税, 加关税, 我贵了两成半, 我人仔再贬值, 贬多些的话呢, 那我那个许七行, 一样不给你关税影响, 现在你已经全民人民币, 跌破七算了, 那还要跌的嘛, 那加上呢, 或者你那个, 入口商, 和你买货的biler, 他说, 加关税, 我又未找到那些厂, 和我代替, 帮你过去做单, 你做完先, 一人减一点, 我又补贴一点, 人仔又跌一点, 但你没用了, 做完这些水, 中国没单, 那些厂都搬走了, 你人民币贬值都没用, 因为国内那些劳动化, 五金一宝, 五宝一金, 你怎么只是打获金的, 你就是投资, 怎生存呢, 乱够人的嘛, 所以最近大家都听过国内的朋友出来, 所有港公省这些低降, 那些乡镇委, 城市, 那些低b降部, 周围找些厂佬, 都没有了, 你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 那厂都问他, 我不走, 但领导, 你那些社保减一点, 行不行啊, 这个不是我管, 那就是没人用了, 那就是浪漫了, 什么都说, 他管不了他, 就是了, 水修又不是他管的, 就是了, 那我够说, 所以就站在那里, 哇, 走得快好世界, 但他们不知道, 为何说他现在难搞呢, 他就中了犹太佬马克思的毒, 当现在2018年, 还是1908年, 是一百年前, 1918年, 潮流卿搞马克思, 搞斗争, 靠招牌打共九云产, 拿个政权回来, 是不是, 他现在的思维还停留, 我那里要搞斗争, 那便摸到街了, 证明他国内, 有职人, 不敢敢提出, 提出的呢, 会有杀生之和, 妄议中央, 现在有一条例, 大家看到了, 不准妄议中央, 现在国内很惨的, 我们收那些网上消息, 那些人的消息, 港部和港部之间, 都不可以聊天的, 如果你做省长, 打个电话, 隔离省长, 要申请的, 微信了, 用弊, 一抄就抄到了, 是好人大人莫的, 所以, 那更惨过毛泽东年代, 毛泽东年代, 他有一件事, 就是说, 你不斗政治, 风平浪静, 你是没有压力的, 大家都是36, 冯红宝保佑三年, 大家都不愧穷的, 你不会不开心的, 即是不会眼红能有, 不会谷气的, 大家都没有, 大家都没有, 那你少了很多压力的, 没了妒忌心, 没了妒忌心, 最多都坐着, 吵吵吵吵, 吃口烟, 下棋, 乱写字, 所以老的港部, 每个都写字, 写美, 是吧, 没了, 写宣法, 下棋, 下棋, 现在大人莫, 个个声色血马, 习惯了, 现在那些, 怎么办呢, 现在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大家看看, 中国的改革, 整班人, 说这些叫大款的相, 看看哪个好相, 哪个有余相的相, 真是做生意, 跟那个做社会工作并排而行的, 有教育士, 有时的基金会, 有送很多儿童去读书, 去留学, 个个有没有呢, 有一个人我周生寨, 越有名的越差得多, 登出来的黄建林那些, 有什么手费, 欠七千亿了, 那你自己上去搜尋一下, 看你的样子, 不是现在啦, 以前啦, 有人叫吃饭, 我一定不想去的, 懂得把人, 他不会给我的, 有钱, 给我的也不会要, 无功不受禄, 对吧, 有什么例子, 报纸, 我又说私隐问题, 这个我提大家啦, 那些手机号码呢, 你拨户口呢, 大家要小心, 是很危险的, 因为现在那些, 儀器呢, 去到很厉害, 如果你户口少钱呢, 没所谓, 他进了你, 可以一按, 就是掉走你的钱, 大家一定少钱, 没钱就没所谓, 是呀, 真的, 我就由那些, 有那些卡呢, 和那些传统卡呢, 我都完全没有, 由头到尾, 我没有开那个, 摩密码, 去在那些禁机拿钱, 没有做那样东西, 我不参与, 你给我收钱, 你便慢点啦, 支票给你收, 收不收便走啦, 最好没人来收啦, 是不是呢, 有根有根, 有根道嘛, 我现在跟你跟你快, 你快你的事, 没人搞啊sir, 我慢几拍的, 你便跟我做生意啦, 我的规矩是这样的, 你喜欢做不喜欢, 没人做, 有个问题, 嗯, 何志平那里呢, 就再, 又有新料出现喔, 怎样看啊, 对于, 都不给他保释, 不给保释便肯定了, 但估不到, 他这么在吶哨, 涉及那个, 买军火, 涉及他没有攻募, 涉及地摇呀, 买军火玩啊, 怎样搞啊肥仔, 涉及你都不是那科技, 涉及你的那些, 我们天时地利人和, 我也不敢斗啊, 二十多年前,我们是局中人, 扭到上门我们都不敢斗, 你卖给那些美国敌敌国家, 美国都在动你,对吗? 你卖给自由世界那群恐怖分子又在动你, 你左搅就搅死了, 那女人就蹲下了隔隔隔隔隔, 你怎么夜深过, 让这些美女套到不敢去, 住在那些汪泉屋里, 比起来是吧? 也不是的,有些人很厉害, 有些人不知道他背后的老板是谁, 他没有自己出名, 因为他背后的老板都是国家政要来的, 多数是自己操控化, 只不过给那些经纪出去买, 但是做那些经纪的不是普通人来的, 有什么问题? 中共说密令, 留美高干子弟那些子女要回国, 为什么呢? 他怕做人知, 做人知啊, 第二呢, 这个也是第二的, 怕而已, 另外他捉起子女回去, 他控制起子女, 就不让那些高杠想叛变了嘛, 就是又是带回人家的人知, 带回人知, 做人知, 他做人知, 他做人知, 主要是人知, 主要是国家做人知, 我还是带回来做人知, 带回来, 在自己的手里控制到, 你一有些东西不拖, 要你全家产, 所以他最近看那些报纸卖出来, 他连那些教师的护照都上缴, 只是在国内做教师的人, 有护照都上缴, 其实很晚, 教师的护照都上缴, 是啊, 不是说笑的, 就是学回以前那些满门抄宅, 朱连九座的那些, 但是又不到, 习先生不怕, 我们很同情他, 因为国内国具三头, 他之前就严打贪腐, 当然得罪很多记得利益者, 你记得利益者, 背景也不是善男相女, 可以乘机焚破, 每一个转朝换代, 换过大老板的人, 都要用回自己人, 一朝一天至一朝神, 稍为粗疾过急, 换死了那些山头大哥, 换死了自己人上去, 社会就会反胆, 我们看那些报道, 习大大都犯了错误, 不, 心急啊, 通常没有什么教养的人, 没有什么修养的人, 一坐上这些权力这么大的位置, 他不是想做坏事, 他很心急想做好事给人看, 是建功立业的嘛, 是不是, 对不对, 是人之常情来的, 是不是, 他这个人性, 和也不信先朝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受一个很正统的, 政治文化的训练, 这个是英国人才有, 所以譬如说, 你读政治学校, 你去英国帝国学院, 你读到那个做领导人, 做管一个城市, 或者做一个各国家的君主, 是应该怎样控制, 他控制那殖民地都几百年了, 这么多国家, 对不对, 所谓管理的社会是有途, 是有途, 不会粗枝过极, 他很有耐性, 比如说, 中人死了, 或者陈日生死了, 或者某个团长死了, 他要默色症, 一定要在身边摘他的位, 做一个生解禍, 是不是, 有政策就不用含含含推, 有一定些接手的人, 跟着先, 那政治手腕是很稳定, 很稳定, 没有大落大鼓的, 就算以前开发, 彭定康开发, 张军澳都没有大落大鼓, 说很多东西, 我们将来提供多少单位, 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听过, 没有, 好像做张军澳那样, 买一买, 有个张军澳开发计划, 是这样的, 几个字仔布子登出来, 不是学现在这帮混家产狗流的残神, 是否这样才炒得在这些地里, 不关事, 他心脅, 无料的人才是大落大鼓, 是吧, 我以前在国际上, 都做了一些很轰动世界工作, 都没有大落大鼓, 就是有份参与, 涉及大的强国总统的选举, 有一宗还被人牵涉到, 我怀疑我有份支持他们, 找一架货车载, 买一架货车, 买乱进总统府, 给我们的事吗, 没有, 他们连过来就 不知道我没有给意见, 要我给意见, 因为你不用糊口, 不用整架车, 不用整架车啊, 是吧, 用一半而已, 不是, 要不要买糊口, 你撞都撞不到, 或者总统府这么多门, 这么多门,你撞到多少? 那个门越来越小, 难道那个门越来越大? 你会杀人来? 那些人夸仔总统, 你怎么谈心? 现在做大事的人是好, 不会像现在香港的人, 吵人厉害, 你不认识, 特别是这样的大妈人物, 一个人走出来, 衰收尾的, 你说几个大幅走出来, 衰收尾的, 是吧? 索耀二眼报得很快, 那头在讲, 怎样怎样, 现在你看看他们娱乐圈, 你连香港站名称都死了, 因为他没有收人很多钱, 他现在给你洗黑钱, 写高了, 就点你那里, 你开一间公司被人捉, 那里就不用纳税什么, 新疆毛头, 我真正的, 知道吗? 现在每个都开门, 你都没中了一招, 现在香港站名称四, 所有跟香港有份拍摄的公司, 停了, 不开戏, 被人查的, 没戏开, 接着要call你自己交钱, 他拖着你那份假盒, 和当真来发购你钱, 就是有个人, 带了个假的金奴, 进去国内, 在深圳慢慢出来, 守身, 咦, 你这间公司是假的, 你之前带了真的进去, 弄了个假的出来, 那弄短短短不记脾皮, 他拖着你, 叫你去查一下,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不是讲笑, 我知道都有, 解释不了的, 他带了假的, 那些大陆人, 跟着被海关查到, 是一只当你真这个罚, 他立刻呆了, 是啊, 很麻烦的, 他当不知道你是假的, 这个是一招, 但是有个人, 自己带了一只进去, 不理你, 到你走出来, 就捉住你了, 就找你了, 就嫌你这标是假的, 就是说, 你这些验鸡, 带了个真人, 带了个真人, 带了个假的出来, 这个都可以了, 这个都可以了, 我不是知道这个吗, 这条什么罪, 绕乱国家金融典材, 走私啊, 没有报啊, 那只金融典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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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黏黏金融, 罚你相配, 要给10万回去才脱身, 泊水泊了, 整两个星期, 蹲拎了, 通知香港人, 几个惨啊, 你怎么带假金融回去, 要是威威充娜, 大陆, 那都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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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得到, 是啊, 不是说, 很难搞啊, 大陆, 所以大家, 由今日开始, 大家回去国内, 小谈国事, 讲女人无所谓, 喝酒吧, 吃个包, 喝杯茶, 就没讲习先生, 什么什么什么, 第二个问题, 那说很多元老, 我们现在在说, 哈哈, 在说国事, 那说很多元老决席, 北京十一国庆招待会, 怎么看的? 这个真的不知道啊, 我就看过新闻, 就说没有人出席, 那是否说他讲到, 那些人是杯葛那个座谈会呢, 他那十一国庆招待会呢, 那你不相信他都会举行的, 你那些元老都, 人离开了茶凉, 他看你没得来, 下次要有时请你, 共产党有这个思维的, 他不是想你来的, 他每年都有的, 例行公司, 请过去的人, 等于是国庆的嘛, 就那些退休的高官, 请你来的嘛, 不是一定要欢迎你来的, 佛兰西人在指手滑脚, 是不是? 所以这个影响不大, 但都是有一些民意, 但那些元老的身家清白呢? 是吗? 有没有呀, 有谁的清白呢? 有谁的清白呢? 有谁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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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穿坐附会讲很多东西的, 但这个就, 听回来就说, 他上了中国政协, 讲不到下来, 但如果是, 他是驻香港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庆的日子呢, 他不应该讲不到下来的, 网面都在那里, 但他临到这么大年纪, 还要背这些虚限, 那是什么呢? 是很肉酸的画面, 所以他不出席, 画面比较漂亮的那天, 是啊, 我早起床, 我叫秘书, 把国庆酒会的日常卡, 在我那里, 我早起床就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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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看哪个那些气色异, 就沽了那些股票, 看看哪个上去, 看哪些股票, 就是赵田佳, 就是赵田佳, 那一早我就去, 我不是贴了上来的, 还撞到霍之庭的后人, 听了两脚, 很难见到他跟我同年那样, 他是很冷门的收藏家, 收藏什么? 收藏收音机, 你真是冷门? 那家可能很大的, 你收两床世界的新机, 这么多年代, 这么多款新机, 你知道吗? 是呀, 他是霍之庭的后人, 因为霍之庭呢, 很多人就比较冷门的听懂, 他在193几年, 他只是在广东省赚的铺票, 陈济录给了特权去开的铺票, 即是现在类似六月彩, 都赚了至千亿, 不是, 二千万, 193几年的现千万, 等于现在已经超过一千亿了, 还没算在广东省里面, 所有那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 铺位, 都赚了樓了, 澳门第一座国际酒楼, 就是他的儿子建的, 霍宝才, 广东银行的董事长, 霍之庭就是广东银行创办人, 和宋子民开创广东银行, 陈济彤关照他富贵, 但是那个人是很奇怪的, 你说你那些, 在上海, 就动完身的朵就很响啊, 是啊, 其实那些人, 他是孤陋寡民, 南方霍之庭, 出生在西环的古画仔, 最讨厌的西环, 最讨厌的西环, 一把在西环出生的, 又做过收买佬, 他拍很多的, 因缘祭会, 救过那些人, 认识了一些军佬, 扶摇直上, 一路一路马着军阀, 以前中国南方那些, 广东省, 几任的散将都找他帮忙, 所以他是很厉害的, 霍家, 在当年就不得了, 他还做过, 古画仔做财政部长, 但是这个真是人物, 真是人物, 大家可以上网说一下, 霍之庭, 大家可以上网说一下, 但很少人记得这个人名, 我一个学生就是, 我一个学生就是霍宝才的女婿, 死了, 我学生就是一个大职司, 现在铜锣湾伊莉莎巴大厦, 就是他们说是职的了, 那学生就是姓徐的, 就是招商局, 他教了他早上招商局的创办人之一, 最早来香港南下两大建筑公司, 他爸爸就是其中一个, 他本身都是士丹福的建筑公司, 他们那间建筑公司, 是无所谓的轻业, 就是和平后南下的上海两大建筑公司, 一个范文照, 一个徐京直, 那学生是徐京直的儿子, 就是做这个伊莉莎巴大厦, 他就娶了霍家的广东银行, 董事长的女儿, 很早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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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 又是讲开刚才就, 范冰冰就是艺人, 后面要有人照, 对啊, 那央视, 他救了, 我记得他救了了罗德成的, 他跟罗德成好像走去, 哪位救了? 徐霍靖直, 不是,徐和德, 他好像罗德成跟他一起去参加那些, 菲律宾那些, 玩那些, 那些风范, 跌了去救他, 很久了, 玩到跌下海? 他是钟日杰的契仔来的, 现在的黄埔花园, 就是他改的土地用途, 他都是香港奇人的, 他是最好改土地用途的, 原本那个世界殡仪馆不在那里的, 世界殡仪馆原本选的地址就在宋皇台那边, 后来宋皇台那有几间厂好朋友的地盘, 那些人呢, 就不认识了, 搞殡仪馆的地址就下跌了, 那就找了一帮忙, 就走一条靓路, 就滑了去现在那个位, 是啊, 那清州英雷呢, 就是他负责发展的, 他负责发展的, 有钱, 有很多人在香港, 但是奇人是怎么说呢, 他是给25万订, 在80年代初, 西贡康湖居, 大家听过啦, 给了25万订, 签了十几个新卡佬, 一人不知收3、2万订金而已, 如果他那个土地改了用途, 就定了一价给他们买, 那真是改了用途给他, 一改了, 他整单的卖给行基, 赚了3亿多, 25万赚3亿多, 但是做很多工作都要改, 当年的3亿多又不同, 他是制地专家, 只是改地专家, 赚了3亿多, 再倒第二层, 倒楼花, 买回康湖居, 炒多一层楼花, 这样做, 表达舒特, 名贵菲林, 阿达菲林也要做了, 是啊, 他很专业的, 是啊, 他都挺好的, 他义务帮我一个师叔, 在加盟都, 画了一套职, 喜庙, 有时候他设了一单大公非, 美安银行那单公非, 他黏了, 他走来找我, 另外一个大职司机来找我, 我教了一套法官非法给他, 真的不用上阁, 取消控诉, 拿回担保, 因为他在世家上, 各有丢家, 那变了很投机, 那时候我有时, 在三顶纜车半路中台有个站, 他第一个站, 一转右手, 我跟他两个某, 看他整个香港吹水, 不是, 山顶纜车站, 走到中途, 有个第一个站停在这里, 上了半山来的, 有时叫他上去, 喝啤酒, 吃老味, 说风花树儿, 说他和老婆的东西, 又怎样又怎样, 往事如烟而已, 第一个问题, 那有两个问题, 央视的记者, 很临临, 怀疑是特工的, 怎样看? 你很正常的? 不是纪纪纪纪, 而且要分别, 他那些不是职业特工来的, 客串特工? 他说规矩的, 因为凡是, 很多就算外国都是, 外国的驻外记者, 通证社, 美联社, 什么差, 密差, 他都负责收起情报资讯, 但他不一定列入他的情字单位, 他是情字单位委托这些人, 顺带收封, 顺带收封, 可以叫做鬼头仔, 收尿, 尤其是, 但是你在中国的特殊环境, 你走到入去大陆内地, 为什么刚才交代大家, 现在进去不要乱说话呢, 只要他会听话的年轻, 都是有特别任务的了, 特别是红领巾那些, 小学生的, 的士佬, 酒楼饭馆, 阿嬸, 蹲在街边游啊游啊那些, 总之你游, 你少说话, 就是这样, 全国街兵的, 在这方面可以告诉你, 有明有暗, 所以你们回到国内, 很少见到有着制服的警察, 觉不觉, 是不是好笑, 香港多过他, 你到国内城市, 很少见到着制服的警察, 你怎么知道的, 中国真的有一个特色的, 你很少见到有制服的警察, 交通就有, 做交通的警察就有, 对吧, 啊, 就是说, 涵一点的警察, 你会说, 这么安心的, 不用警察迷事折罪的城市, 四位都是, 四位都密探, 密精, 蹲在那里, 拿个兜的都是警察, 蹲在那里, 黑钱的都是警察, 那怎么搞呢, 大妈也是警察, 是吧, 很古怪的, 对吧, 没关系, 好难搞, 啊, 多佩, 你有没有留意, 西九保选, 立法局议员, 这件事啊, 有没有? 完全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 理由是为何呢, 要说一下, 嗯, 这档事, 设计游戏, 正在门家产, 盧民相财, DQ了幾個議員,你不要一搞補選,搞一個補選要幾千萬那些,搞一次補選就要幾千萬 政府要支幾千萬,因為他要寄那些,免費寄郵票給他寄東西,宣傳單張,一大堆紅精費 你立法會議員DQ了他,你設計遊戲,我都說你選定十個八個後補,後補到時有個DQ了,你就有十個人抽籤 選一個出來,於是公道,不要說派了,你不肯使勞民傷財,這些那麼好的,不會傷害社會的資源,這些混蛋不做 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們所有人都完全沒有興趣聽,為什麼整個立法會成立到今天,有什麼事件事做過呢? 監察政府又監察不力,搞民生又搞不行,什麼事搞不了,還有選了一些傷害香港人的, 有通過那些領展,有通過那些無厘頭的法例,莫莫莫莫都傷害社會的,特別那些土共啊支流,是不是? 為了那些國人利益,起座一千萬,在公園裡,好,現在你再搞這樣的遊戲規則, 每天一個人,他病了,不想到你都死,他說辭職你又死,你不可以做都是辭職,辭職你又要搞補選,補選不是我們香港人的壞蛋, 是不是?幾多錢你說,你財政司計什麼的數,你林鄭月娥,你特首怎樣計算數,為香港市民爭取福利先, 你選的時候,加多三幾個是候補議員,有人離職,接著你就撿抽籤,補上去就算數, 搞什麼東西,遊戲規真是這樣,沒有人抓刑的,大陸都是,大陸中央委員都有候補委員, 你沒有違反國兩制的,所以一講就是火來的,整檔東西是影響香港的, 是不是?沒有想過像人君的樣子,哪一個好的,完全沒有建設,是嗎? 你出了名字,Labs? 他還要給他製造的藉口,令到中聯辦議員生說, 寫一些官來做庫選,如果管那些社會,社會部的人, 就用他衡量建制派和泛民的輸贏,要來補他的官位, 所以變成他就各出其貿,要和你中票搶票, 令到他那個中聯辦副主任,那個位子, 那你倆沒有你負責的,怎麼會輸給泛民呢? 你倆說,提升到這些完全是一個鬥爭性的社會來的, 你說這個是多可憐的制度? 共產黨中央就用這個東西衡量, 你中聯辦,誰主任找這個選舉的成敗得實, 去看你的公職,你說不混賤?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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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晚上問題就問了, 那有些什麼? 花水或者補充? 花水要提一提大家, 我放了幾個舞蹈, 是世界一級的舞蹈, 你看完之後, 如果你用這個標準找女人, 你就不在世面也可以了, 很難問, 很難問, 香港一定能找不得到, 大家正心欣賞, 特別是一個男人的舞蹈家, 他的頸我都想不到, 他怎麼可以弄得這麼難看, 是一個女人, 即是好像違反了少少, 生理學, 生物學的力場, 幾個女人真是美, 多一些又肥, 少一些又瘦, 很少有這樣的高手, 那不是阿拉伯妹來的嗎, 應該土耳其, 他又不是黑得了,土耳其, 那麽漂亮的土耳其, 一如飞去土耳其倒閉劑。 格勒吉娜都可以,格勒吉娜隔壁是土耳其的, 格勒吉娜都有,这些课式真是不好走谱的。 稍后一起去,大家帮我选出。 好,第二个。 小萌妹哥上做过千禧速公文之后, 有两盘企,亦有一系列的课士精算舞蹈, 还有一个魔术,那麽多了。 另外,小萌妹哥宣布的, 我昨天录影的那些年, 我又跟玉敏哥讲, 要出门一段时间, 又去美国,又去欧洲,又要其他地方工作搞, 那些年会暂停一个短时间。 叫玉敏哥,你找个人顶着先, 你想不说就可以了,那些年没东西讲, 叫玉敏哥放个屁。 那那些年很多古老故事,有些人都会知道。 那我们这里呢, 那有可能如果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会带一部那些摄录机去到, 到时到后呢, 就讲了多少, 有多少扔包上来, 那你就放上去。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保持啊, 有时星期四出或星期五出, 那我都不知行程怎样, 因为是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在教育加拿那个时间也长的, 如果我们出门, 我们经莫斯科停, 玩一玩, 然后由莫斯科进教育加拿, 由教育加拿回来, 再在杜拜又停一停, 所以那个行程令到那些团人丰富了。 是的, 就不只是一去, 只是教育加拿回来, 什么时候啊? 现在暂停都是十二月初, 十一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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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麦斯科会不会冬的? 没所谓, 麦斯科不会冬的, 冬的就习惯一下, 但麦斯科未去过值得去的, 那个大品钟, 红祥, 哈利无林官那些是值得去的, 没有人没有, 因为你述到经过嘛, 不用浪费钱的, 不用浪费机票, 因为我们那个航班, 一定要经莫斯科, 或者经杜拜, 那我就去简责, 先经莫斯科, 后经杜拜回来, 再抽到杜拜水, 一张机票走几个地方, 周有这个, 我们就12号, 就回上去潮关, 就跟电视台, 有一个证实比赛活动, 比赛的, 多谢那些网友, 或者有些同学, 捐个钱赞助, 那我们工作, 一直都支持下去, 但这次的电视台活动, 李文造子, 有很大力的支持, 一路都很熱心支持, 感谢先, 好,下次继续, 下次再见,